为支持雇主吸引和留住年长员工继续就业 政府去年推出新的部分工时员工重新雇佣津贴 全国雇主联合会授寻师表示 自去年4月以来 已有约900家公司成功申请津贴 超过11000名年长员工受贿 记者王正阳报道 64岁的肖天华2020年选择退休 休息三年多后 他认为自己还能有所贡献 因此决定重返职场 不过经验丰富的他指出 即使降低薪资和职位要求 还是很难找到工作 有一些雇主 他们对这个年长员工存有一些偏见 所以找工作的那个过程就 可能会比较艰难 关于自己新科技的技术 也是担心这个技术还不到位 肖天华今年4月加入这家公司 公司目前有5%的员工是年长人士 公司表示 招聘年长员工不仅可让他们继续工作 他们也能成为年轻员工的导师 公司在培训方面实施一系列措施 确保年长员工有机会提升技能 今年2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推行了一项新计划 就是每个员工都能够得到三天 每年三天的这个技能培训的假 只要他们申请政府津贴的一些课程 或者利用他们的Skill Future Credit 来进行培训技能培训的话 他们都能够用这三天的时间 在部分公司员工重新雇佣津贴下 雇主如果提供年长员工 重新受雇兼职工作机会 灵活工作安排和结构性职业规划 每聘请一名60岁级以上的 年长居民员工可获2500元津贴